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证 百度人 一个网友吐槽自己的老公情商低 有多低呢 他生孩子时 正好朋友一家也在同一家医院生孩子 他顺产 产后两天能下床走路 跟老公一起去隔壁病房探望 朋友刚刚剖腹产 插着尿管 躺在床上休养 看起来很痛苦 他老公看来看朋友 忽然回头一脸得意的对他说 你看 还是顺产好吧 你都不用擦尿管 你都可以下地走了 看到朋友在吊点滴 老公又说 还是顺产好 剖腹产 他床上动都动不了 还插着尿管 那么大伤口 老公完全不顾产妇的感受 巴巴说了很多 声调也没有降低 话里话里都是 你看他这样多痛苦啊 还好我们顺产了 他把朋友听得难过 感觉远程 可是人家宝宝大呀 不像我们家宝宝才六斤多 太瘦了 他们家的宝宝 你看多胖乎 还可爱 然后 他拉着老公出门 把他教育了一顿 老公却不以为然 说 你想多吧 这有啥 是啊 这有啥 不就是在朋友 生完孩子 精疲力尽的时候 在一边嘻嘻哈哈 嘲笑人家 没有采用更好的生育方式 白白受了很多罪吗 不就是 在老婆冒着生命危险 生活孩子的第三天 把顺场说得那么轻松愉快 so easy嘛 这个网友 忽然不再心疼 婆婆产的朋友 而开始心疼自己 因为朋友 只是被这个低情商的人 气一阵子 而他 要被气一辈子 情商低 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情商低 且不自知 还常常觉得别人情商低 知乎上 一个男人求助 说老婆情商太低 对他妈一点都不热情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提主自述 他和老婆结婚之前 爸妈耍夫买房 老婆耍夫买车 房子和车子 都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 老婆出钱出力 参与房子装修 唯一的要求就是 婚后不跟公婆一起住 但结婚没多久 妈妈就隔山菜 我的来住一段时间 经常来生招呼都不打 老婆觉得没有得到尊重 她就觉得 我妈辛辛苦苦 在你前买的房子 为什么需要事前通知 才能过来 她想不明白老婆 为什么非要为了 这点小事生气 跟他妈弄的关系很佳 最后 她干脆得出结论 都怪我老婆情商太低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不会哄我妈开心 天哪 要说情商低 还有谁 能比这个男人更低呢 老婆从一开始 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不跟公婆住在一起 她觉得这是小事 还还活活答应了 她妈妈单方面毁约 跑到家里来住 如果她情商很高 就该站出来 代替老婆表达意见 妈 我们还想过二人事件呢 你不着急抱孙子 如果她情商中等 都说几句甜言蜜语 哄哄老婆也不错 偏偏她选择了 情商最低的方式 站在一边看热闹 还指责老婆 你为什么不能对我妈 多笑一笑呢 难怪别人都说 所有婆媳矛盾的中间 都站着一个 情商极低的男人 我曾经以为 所谓的情商低 无非是嘴笨 说话不合时宜 后来我才发现 情商低这件事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蠢笨 而是因为不愿为他人考虑 史书记载 汉锦帝在世时 非常宠爱一个非孙 叫丽姬 汉锦帝有意让丽姬当皇后 这样他百年之后 丽姬也能得到 很好的待遇 于是汉锦帝在弥留之际 把丽姬叫到跟前 委婉地告诉他 等我去世后 我的儿孙们 就全拜托给你照看 郑成容一听这句话 都会立马明白 靠陷隆恩 就算真心愚笨 听不懂皇帝的意思 面对一个病得要死的人 也会说几句好话硬沉 这是人之常听对吧 但丽姬情声不是一般的低 他听汉锦帝这么说 第一反应竟然是 天哪 我要照看那么多孩子 岂不累死啊 他立马不干了 气呼呼地回答 孩子们难道不会照顾自己吗 陈前又不是他们的老妈子 汉锦帝彻底看到了丽姬的自私 气得差点突出一颗老血 他从此冷落了丽姬 并废除了丽姬儿子的太子之味 和秦商丁的人相比 那些一开口就能为他人考虑的 才是人间最温柔的春风 一个网友说 某天他乘坐电梯 电梯里有个坐轮椅的小姐姐 和一个带孩子的母亲 小孩子不懂事 好奇地盯着轮椅 忽然问 妈妈 这个姐姐 为什么不能自己走呢 这样的问题 一下把电梯里的气氛 降到冰点 孩子妈妈还没想好怎么圆场 小姐姐已经凶巴巴地蹬过来 因为我小时候不好好吃饭 记住了吗 小孩子不好好吃饭 长大了 连走入的力气都没有 大家善意地笑起来 小孩子也成婚成恐 我看完这个故事 真心佩服故事里的小姐姐 身处那样的经地 还能不顾尴尬 教育小朋友乖乖吃饭 他就是我们身边情商最高的那种人 那不仅是聪慧 机智 更是一种温柔和善良 兔勒斯泰说过一句话 眼中只有瑕疵的人 无法发现其他的东西 其实情商第一 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时刻盯着眼前的瑕疵 看到负面的东西 比如婆婆长很惨 不会讨好婆婆很失败 这和孩子很累 他们除了嘲讽 就是抱怨 习惯通过打压别人来让自己舒服 而高情商的人 想的却是如何优化局面 让所有人都感觉很舒服一些 这大概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吧 情商第一的人 如果按照文章的分开来说 自私 白目 还有低智商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小花刚好碰巧 随性接触了一个类似的状况 就是人家明明在说话 就算人家说的话并不正确 也不是很好的观点 你大可不必去批评他人 或者去说一句很难听的话 小花就遇到在沟通当中 遇到一个情况几个人讨论 然后我说了一些话 是因为我正在我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应该强硬一些 而不应该我去求权 或者是说为了什么什么 去跟人家打得多平衡 因为明明自己就吃亏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忍让这些东西呢 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说 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那么霸道 以后都不要听你讲话 小花就火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说 好 所有事情我不会再管了 你们爱怎么管怎么管 我不会再表达任何的意见 然后事后呢 就开始不停地跟我解释 什么这个谈的事情不对啦 谈的人不对啦 我们跟人家如何不对啦 有用吗 没有 你尊重我了吗 没有啊 你觉得我的意见不可取 太强硬了 可以商量啊 你完全可以说 这样太强硬也不好 怎样留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影响不好 那这样我就能接受了 你直接说 不用听我讲话 我讲的都要屁话 你觉得我是你 我会怎么想 所以 我在这几个月来说 对于情商这种东西的理解 有很高的层次 或是说更深一步的层次 因为遇到情商的人 实在太多了 就像文章里说的 情商的人 他只会看到你的负面 看到你的不好 看到你的不足 看到你比他弱的地方 他永远看不见你的优点 所以如果你看不见我的优点 你永远也只能看到缺点 和看到不好的东西 那你只能怨天尤人 经济之蛙咯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之后再见啦